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是兩條直線的交角 交角就是假假的意思 這邊有一條直線 這邊有一條直線 L1跟L2 它的假假就是C 假如說L1的方程式是A1X加B1Y加C1的一定 L2的方程式是A2X加B2Y加C2的一定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取這個 第一條直線的法項量就是A1B1 然後第二條直線的法項量就是ALD2 這個它沒有寫你也可以這樣取 這很容易的就寫下來 那如果兩條直線的交角就是C 那麼它的cosC就會等正負的 這兩個法項量的內積處於它的長度 內積處於長度不是兩個項量的內積處於長度 就是它的cosC 就是這兩個如果假角是C 那它的cosC就會等於 你兩個的內積處於兩個的長度 就是相量都會一定會這樣 一定會的 一定會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現在的假角是C 然後這兩個法相量的假角也是C 的話 那這個就成立了 就對了 那為什麼這個假角會相等 真的嗎 會相等嗎 好 你來看 就是說你這個是法項量 N1的法項量 當然要垂直N1 那假角是C的時候 跟這個假角 跟這個角度兩個相加 是應該是90度 C如果是它的銳角的時候 C加上這個phi應該是90度 對不對 那 可是你又發現說 這個N2也會垂直 就是第二直線 所以這個也是實巧 所以這個C的pland 如果這兩個法相量的假角 就是C的pland 的話 C的pland 跟這個phi兩個相加 1也是90度 4也是90度 C的pland 加phi也等於90度 這第一次這第二次 兩次相減 相減的話 phi消掉90度也消掉 所以C的pland 就等於0 那意思就是C的就等於C的pland 如果長這個樣子 圖形畫這樣的話 C的pland 就跟C的pland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那 所以你兩條直線的cos 夾角 就會等於 這兩個法相量的cos 夾角 那就會等於這兩個 法相量的內積處長度 很自然 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忘記 兩條直線的夾角 是不是只有一個角 有兩個耶 還有一個是這裡的耶 這個角是什麼 180度-17 對吧 所以如果你選的夾角 是180度-17 的話 那你算出來 就跟它 這個算出來 會差一個符號 所以你可能選 你可能算出來的 可能是正的 但是也可能是符的 也可能是符的 這樣懂嗎 就是說我現在用你的夾角 假如說你這個算出來 是用30度去算的 算出來的 這個cos值 是等於2分之更號3 可是我現在算的 我看的夾角是這150度 那我cos的150度 跟你剛才算出來的 這個2分之更號3 我應該是等於 負的2分之更號3 所以它 這個cos的θ 我們不知道這個θ是 潤角還是鈍角的時候 那它就有正負 它就有正負 而且這個法項項我再取 也可能 我不是取的是 兩個夾角是潤角 也許我取的法項項 我這個n1 我也許往下 那你一開始的 這個cos的θ算出來就是負 就用這兩個項項去算出來的 可能一開始是負的 也有可能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反正一個負的另外一個就是正的 所以你的cosθ 就是能正負這兩個法項項的cos夾角 就是內積處長度